其實尺度上本來就設定好要大一點 最大的就是用窗簾打一半 半顆黃金球 新美姐就弄了千萬的視頻來給我 小嫩友你隨便拿去玩 可能只能一聲響曲 新美姐就弄了千萬的視頻來給我 都有耶 像小嫩友那個就可能 三條加起來可能就一百多萬 對啊 而且新美姐都叫我 小嫩友你隨便拿去玩 就是亂擺 回報新美姐 哇塞 只能 真的 可能只能一聲響曲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 就請新美姐吃飯啦 這樣子 對 就把她自己當作自己我真的 最尊敬的姐姐這樣子 嗯 新美姐包10本 然後藍媽媽也包10本 對 嗯 你有做什麼防護措施嗎 沒有耶 沒有防護措施 因為你拍的時候不太能有防護措施 小屁屁 小屁屁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背對的 對 因為我們拍正面嘛對不對 嗯 這邊邊也會有防護措施 哎唷 那那可能需要有一點長度 沒有 對 可能需要像老鷹一樣 其實尺度上本來就設定好要大一點 我們最大的就是用照片 書裡面有一張照片是用窗簾擋一半 對對對 黃金球 哈哈哈哈 所以那是半顆 半顆黃金球 因為我覺得那張照片很藝術 你必須帶著藝術的角度去看這個作品 對啊 最喜歡哪一張呢 其實我最喜歡的那張就是露半顆那張 好可愛喔 嗯 因為我覺得那張很像大衛像 就很有藝術的感覺 很像那個古希臘人啊 然後剛從浴場出來 然後披著一個浴衣 然後很慵懶的感覺 對 然後身材那個優點 那時候練得蠻好的 一開始我媽其實 有為了這件事情跟我小吵了一架 對啊 我媽 其實媽媽看到這個一定會 會擔心 一定必 必須說一定會擔心 他就說 哎 自己的兒子怎麼 哇 怎麼 因為他平常看到我不是那樣 然後說哇 尺度這麼大 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 好像沒有必要 但是我就覺得 當藝人必須要有一點突破 要有一點話題性 然後 因為我們這個照片其實是拍得非常好看 然後 也帶有很多藝術的氣息啊 我覺得 不能用帶那種比較偏見的方式去看他 你要用比較 審美的方式去看這個作品 我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後來跟我媽溝通完 我媽也接受這樣子